头胃是什么意思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胡莹 陕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主人医师 胎胃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头胃啊 就是小孩的头在下面 我们生孩子的时候 正常应该妈妈是从阴道里头将它免出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想就像停车一样 你的车头朝向哪个方向 你就会从哪个方向出来 所谓的头胃呢 就是小孩采取一个头朝下的一个方式 这样的话呢 最先能够出来的就是头 这就叫头 还有胎胃就是臀胃 我们所谓的老百姓说叫坐着身 就是它坐在妈妈肚子里面了 还有就是横胃 横胃呢 就是它是躺在妈妈怀里头的 那我们就想 如果是横胃的话呢 就如同我们拿着一个竹竿 横着过城门 这样的话呢 那你的这个长径和这个城门的短径 那你就是过不去的 所以我们又把头胃和臀胃 称为纵铲式 而横胃我们叫横铲式 这样肯定是一个纵铲式 它和妈妈的这个 腹腔内的整个这个纵轴呢 是保持一致的 所以头胃和臀胃 自己分娩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横胃是一定要抛公铲的 而在臀胃当中的话呢 如果是足鲜肉啊 这些情况的话呢 抛公铲的概率 也会明显的增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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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